这群以色列军人趴在沙丘上练习打拔 尼巴冲突爆发 现在以色列征召了36万名后备一大军 以色列国防军正在积极训练他们 士兵们在距离加萨 只有30公里外的 沙漠型军事基地训练 从打靶到巷战 到支援火力 甚至如何救出 遭哈马斯绑架的人职 通通都得手炼 这一项目的目标 是帮他们回来 这很浪漫的 这种感觉是 这种感觉 对于国家 对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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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36万大军 来自以色列 各行各业 有的是医生 律师 老师 父母亲 他们全部都集结起来 就是为了要确保 10月7号的突袭 不会再次发生 很多人都失败了我们的亲爱人 我们都留下了 为战斗 和保护我们的家庭 因为我们没有选择 而为我们的安全 和存在 以色列国防军 还推出好几部号召宣传片 呼吁要以色列人从军 投入以色列的后备役 大家团结起来 保护这片犹太人的应许之地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